欢迎收看第227期戎马点兵 近日据媒体报道 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导航地图将于5月1日正式上线 届时用户可通过手机进行下载 定位精度更是秒杀美国的GPS 有望精确到一米 为了这一天我们隐忍了15年 15年前中国曾经加入欧洲的伽利略导航系统 希望借此能够学到卫星导航技术 然而却惨遭排挤 无奈退出 导航系统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都是极其重要 尤其是精确制导武器出现以后 一枚导弹或者炸弹想要精确打击目标 都离不开卫星导航技术 在此之前 我国大部分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依赖于美国的GPS 一旦美国关闭端口 我们武器的破坏力将大打折扣 为了打破美国欧洲的技术垄断 中国在1994年启动了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研制工作 并于2000年成功发射了两颗静止轨道卫星 截止到2018年3月30日 中国已经成功发射了31颗北斗导航卫星 月季到2020年 中国将实现北斗系统从去服务到全球覆盖的转变 到时中国的导弹可以真正做到指哪打哪 丰毫不差 北斗导航系统是由35颗卫星组成 其中包括5颗静止轨道卫星 27颗中地球轨道卫星 以及3颗倾斜同步轨道卫星 与其他三个卫星导航系统相比 中国北斗的安全性能更高 定位精度更准 并且还实现了双向通讯的能力 此外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中俄两国将会在今年5月份 商讨北斗和格罗纳斯相互兼容 联合使用等问题 据北斗科技集团表示 中国北斗导航地图将会在重庆率先使用 如果能经受得住 号称八地城市重庆的考验 那在全球应用不成问题 5月份北斗导航地图上线时 你会使用它吗 看完视频 你有何想法 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们 传播军事正能量 我们义不容辞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